哈喽大家好,我是TGHOP 欢迎来到TCL马果斗志YouTube频道 那么这个影片呢,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Gradtech最新超亮眼的业绩 那么Gradtech呢,它在星期五11月17号的时候呢 收视过后就公布了它的2023财政年Q3的业绩 那么这个营业跟营业都是破历史新高的 然后这个业绩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所以就把这个影片跟大家来分享啦 那么开始之前来做个Disclaimer 这个影片里面所有内容和资料 仅供参考还有交易用途,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经历 请大家买卖支付,任何风险及贵损,人一概不负责 OK,这是Gradtech的最新2023年Q3 也就是7-9月的业绩 那么这个营业额224.82M是破历史新高的 那么这个Gradtech是Gradtech首次营业额破200M 这个营业额YOY成长43.3% 暗季是成长35.8% 它的盈利46.66M也是历史新高 按年成长是3.9% 暗季成长21.8% 那么Gradtech呢在它的这个季报里面是有很多一次性的盈亏的 那么这里我就说给大家看它最新5个季度的这个Growth profit net profit 还有一些一次性的盈亏 那么在最新这个季度呢 它是有1.459M的Forex loss 还有3.8M的一些other gain 所以你加回去的话呢 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其实高达51.9M 那么撇除掉这些一次性的盈亏的话 它最新的这一个季度的adjusted net profit有51.9M 按年是成长40.4% 按季成长171% 这是因为上一个季度呢它的盈利虽然看起来有38.3M 但是里面呢其实有高达接近18M的Forex gain 所以这边adjusted net profit其实这个adjusted net profit只有19M 而在上个季度呢就有接近17.9M的Forex gain 最新的季度的这个业绩成长呢 主要是由它的BLS业务 production line system贡献 主要来自e-mobility 也就是eV还有eV电池相关的领域 还有太阳能领域所贡献的这一个订单 那么在最新这个季度呢 它的growth profit margin是28.39% 虽然比上个季度高 但是比去年同季的31.61%是比较低的 这个业绩就有提到是因为有一些project 正在组装的这个阶段 所以需要比较多的这个project expenditure开销 再加上了一些客户就推迟了 PLS这个plan的进度 所以就有一些revenue的delay 所以这样来理解的话 就是讲这些客户如果没有delay的话 这个季度的营业额呢可以去到更高的 最新这个季度的net margin是20.76% 是过去五个季度里面最低的 但是如果你撇除掉那些一次性的亏损过后 它的这个调整过的margin是进步的 那么这个就是用adjusted net profit算来这个adjusted net margin 那么最新这个季度是51.93M 用这个adjusted net profit来算的话 它的margin是23.1% 所以就会跟之前来比是比较相近的 跟上个季度来比就会成长很多 那么接着来看一看Gratech的一些资产数据 Gratech的Inventory从202Q4一路成长到2023Q2 也就是上个季度的接近62M 然后这个季度是下跌回来42.5M 这个是Gratech的Net Cash Gratech的Net Cash是上下上下的 在2023Q1233.8M 上个季度就成长到去327.68M 那么这个季度就下跌回256.36M 那么我看它的cash flow 其中有一大笔钱是用在capex的 那么这个Gratech在最新2023年Q3 单单一个季度就用了68.67M的capex 那么这个相信是用作它这个新工厂的建造 那么Gratech在2021全年是花费了48.4M的capex 2022年是花了83M的capex 所以2023年截至Q3 加起来这边大概80多个M的capex 所以是2023是会超过2022年的capex value 截至2023年11月17号 它的股价14.73M PE39.5倍 Current ratio 2.71M Net to cash 0.05M Net to VD 0.02M 所以它的债务水平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现金是非常的多的 然后Price to look value 8.34M ROE有21.13% 这个季报里面的prospect就有说到 虽然全球环境挑战 但是公司所在的市场也就是这个EV还有太阳能 是继续保持正面的 此外公司有提到在短期内公司必须增加产能 聘请还有训练人才 还有做其他这个投资来做未来的准备 那么这个必然会在短期影响公司的盈利 但是公司表示这个是对长期发展自为重要的 那么公司与客户继续保持紧密的关系 这个就让公司的订单继续的增长 那么公司有信心在2024年去获得更多的订单 尤其是在EV还有太阳能相关的这个订单 那么这个季报我最impressed的一点就是这一点 截至11月10号 Gradtech已经有1.07B的order book 这是Gradtech过去几个季度的order book 它之前都是在1B以下 然后在这个quarter就成功突破了1B Gradtech在去年Q3是有887.84M的order book 然后之后就连续下跌3个季度到3个季度610M 最近这个季度就一举突破1B来到1,070M 那么这个order book预计可以维持到2025年的上半年 那么在之前的季报呢 Gradtech是有说到它会耗资120M 在槟城的这个Batukawan工业区设立多一间500千平方尺的新工厂 那么那时候是讲预计在2023年的年尾会投入运作 那么它的季报里面是没有update最新的这个进度 但是在它的这个Facebook page呢就有post一个关于它新工厂的video 然后这边是有说到这个IncredibleGradtech BK4 就是Batukawan第4个工厂呢会在Q12024年开始运作 所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呢我就给大家观赏这个高空拍摄Gradtech最新工厂的这个影片 如果你有意给我开一个交易费便宜平台非常容易使用的股票户口 online就可以开到欢迎你whatsapp或017-392-6020 那么关于Gradtech最新亮眼业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like and share和comment 谢谢你的收看我是DCL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